台积电法术会报价因 八大外资不约儿童都调高了目标价 那么最高甚至来到1500元 但是法术会过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台积电开盘再次跌出千金股 甚至探低一度是来到980元 全职科技股领跌大盘惨率 让专家分析 从上个星期以来 台股修正超过千点 主要是近期涨多之后获利调节 以及美国联准会降息呼声大 让资金可能流到了债券型市场 大盘一片惨率 资金持续大逃杀 卖押用线台股连三跌 电子金融传产族群起跌 19日以23228点开出 开低走低盘中一度探低至22901点 跌近500点持续震荡 最受关注的就是前一日 才举办罚收会报价因的台积电 下挫19元以986元开出 再丢千金股 甚至一度探低到980元 对其实从上个礼拜以来 到今天的低点 大盘指数已经修正了超过千点 那这个修正呢 我认为主要的原因呢 还是在于涨多之后的一个获利调节 成了这样的一个卖压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即使有利多 但是股价都没有怎么反应 不过台积电把收会结束 美系外资看好AI相关需求持续成长 像是花旗环球证券上调目标价 这1500元汇丰证券1410元 摩根士丹利美银等八大外资 其调高目标价 不过国内专家认为财报展望 可能都已经反映在股市上了 后续要持续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及美国联准会降息问题 会流到这个债券型的市场 投资人要去思考一下 股票不可能永远都往上涨 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是不是有一些资金部位 先获利了结 那当然这个未来再进场 都不会太迟 台积电牵动台股专家分析需 等短线力多卖压 消化完之后乐观看好长期走势 杨松燕 陈建国台北报道 AI浪潮来袭 让不少大学近期都在开设 AI的相关课程 其中台大生成是 人工智慧导论这堂课 在今年更首度开放 让文学院的学生 也可以来加签 吸引了破签人来选修 其中大约有两成 都是来自于文学院 这选修人数多到 还必须要动用 综合大抢堂来做授课 连作业也要用 人工智慧的方式来做批改 不但是台大 其实包含清大 成大 阳明交通大学等等 也都有开设相关的课程 也都非常的热门 教室内坐满学生 不只是一楼 就连二楼也一味难求 还有学生没有位子 直接席地而坐 这样的景象出现在 台大电机工程系 李鸿毅老师开设的 深城市人工智慧 导论课程 原本预计让五百五十位 学生选课 但今年首度开放文学院 学生加签 吸引超过千人选修 是近年台大最大型热门课程 而其中约有两成 来自文学院 学生人数多到需要动用到 综合大讲堂授课 作业也需要用 人工智慧批改 我有回来学校修课 然后他在网路上也有 他在YouTube上也有 非相关科系的也很能够理解 那个老师就蛮 本来就蛮有名 蛮大咖的老师 然后现在AI又很红嘛 如果现在我是姓森的话 跟上这个潮流 当然会想要去选修 印象中有编到十几位主角 开始尝试着用这个AI的方式 去做这个作业的批改 除了台大AI课程超夯 清华大学也在人社院 管科院等新开五门课程 将生成是AI 融入社会文化分析 历史研究等 城大跟阳明交通大学 则是增设了相关的硕士班 以新闻传播著称的 诗星大学新闻系跟资传系 也增设与AI结合的课程 还有中原大学把运算思维 城市设计和自然科学 与人工智慧导论 列为全校必修 随着AI浪潮席卷全球 就怕跟不上学生需求若可 未来各大专校院 与AI结合的相关跨领域课程 有望越来越多 接着黄盛泉台北报导 桃圆践行科大 在昨天晚间突然惊传枪响 有三名前科累累的嫌犯 因为车上藏有多种毒品 在深夜拒捕还一路逆向跟蛇行 闯逢灯 最后甚至冲进了操场里头 不断的狂颤 直到警方连开十五枪 才乖乖就败 远警冲下车 蹦蹦蹦对空鸣枪 今天巨响划破宁静深夜 见车辆操场继续狂飙 在捕枪连续激发了十五枪 带脱逃不了乖乖就范 单纯校园经传枪向吓坏 附近居民纷纷出外查看 满惊讶 满惊讶的 因为这里 这里很少有这种事情发生 经线经费追逐发生在十八号深夜 唐原警方巡逻时 发现一部汽车后排照灯故障 驾驶卫系安全带准备蓝停 不要对方拒绝受箭 往中地市区一路逃窜 沿途逆向蛇行和闯红灯 冲进践行科技大学的操场 远警赶紧对空抿了八枪 见嫌犯不罢休继续逃窜 再向车轮射击七发 嫌犯终于停下 现场均无人受伤 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及公共危险等罪嫌 移送桃园地检证办 车上三名嫌犯罪年长七十五岁 全部前科累累 车上查获海洛因丧失烟弹等毒品 是否涉及毒驾症进一步追查 所幸当下没有酿成伤亡学校 也随即启动校园机制 只不过嫌犯藏毒巨箭冲进校园 酿成危险罪佳一等 通通被依法送办 检助长台湾报导 台南关庙的一处民宅 被人开车冲撞 而且嫌犯五度倒车 把民宅大门都给撞掉了 连续碰撞声响 更吓得屋内的狗狗急忙逃窜 嫌犯撞回大门逃逸 在网路上流传 可能是黑帮寻仇才开车冲撞 让警方不敢大意 但是调查过后怀疑 可能双方是因为先前有过嫌隙 男子边开车边骂 接下来间倒车冲撞 民宅大门 这一桩玻璃门阴声倒塌 男子怒气似乎 还没消 锁定这户人家反复倒车冲撞 当时在屋里的小狗 吓得狂吠 惊恐往门外冲 男子毁了右边大门 左边也不放过 大门撞到倒塌 一度以为要离开了 却又再来 前前后后撞了五次 重回现场 大门明显被撞坏 玻璃碎裂 影片在网路流传 提到黑帮成员 寻仇开车冲撞等字眼 案发当下有民众骑车经过 也不敢多逗留 第一时间警方掌握 以车追缘 锁定嫌犯是名黄姓男子 以示过往嫌隙 上门泄愤 但双方究竟什么深仇大恨 嫌犯要如此倒车冲撞 警方已经掌握身份 但也得查其倒案 才能理清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道 4分钟 台南报道 台南报道 北表 以右 try 一个路下 部位 6分钟 5分钟 2分钟 5分钟 4分钟 4分钟